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谁知道这是不是你们蓝锡阁的算计 就为了一个六十五级的boss 做出这种自毁名誉的算计 请大家理智地想一想 值不值得 我相信 在场任何一家工会 都不可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事 肯定是另外有人搞鬼 莫非 兄弟们 上 先缓缓输出 有工会找上我了 希望以更高的代价换下这boss 怎么个说法 这boss的意义 已经不只是材料那么简单了 还关系着俱乐部工会的名誉 两位 你们可得抓紧考虑了 boss马上就要暴走 这一暴走 咱想手下留情可就难了 我列的这份材料清单 两位意义下如何呀 没有问题 但你要配合我们 向诸玩家澄清 这场闹剧由君木校集同伙负责 与兰西哥无关 遵照利铁为证的约定 这boss最终要由轮回击杀 好说 一手交材料 一手交boss 既然轮回没问题 那就这样吧 东西马上送过来 你需要的那个身腹之灰 我帮你直接要的了 就这么点啊 身腹之灰我杀的boss也能报到啊 只要一样也太亏了吧 当然不可能就这一样 其他材料都是我需要的 我靠 你有没有人性啊 我这累死累活 你一个身腹之灰就把我打发了 你看你给大爷多要点 不然我立刻杀了boss给你看 两位 目前情况有变 怎么 boss出什么问题了 是这样 我这边呢 有个同伴特别没下线 看到两位着急 就大敲黑心竹稿 我都替他感到惭愧了 不过没办法 boss现在在他手里 我呢 也只要把他的心单 也传给两位看看 一个军魔校就够瘦了 居然又多出一个更美人性的 小事才怎么过呀 两位老板 你们是过来接仇恨呢 还是让我们直接加入你们的团呢 放心 售后服务不令收费的 不劳出位了 我们自己 你就是那个嫁祸我们蓝星哥的卧底 正是老夫 可以的话 希望你不要提我出工会 为什么 一位蓝星哥的福利还是比较好的 怎么会有你这么好言无耻的人啊 这么大工会 心眼真小 两位慢走啊 有多关照 升级银屋可真难 绑架boss敲竹杠才搞得这么点材料 大爷我都为死付出 被踢出工会的代价了 神志领域不比兴趣 他们实力更强 而我呢 更势单力薄 有了这么一回 怕是要被彻底当成 争夺boss的威胁了 他们要是防起来 还真够强 你说的是 抢到一个boss 比直接抢到他们工会会长的命 还麻烦 要是能知道他们杀完boss 材料在哪个人身上就好了 不抢boss 我们抢人呗 你也太没下线了 下线 那是什么呀 能当饭吃吗 我就想要材料 材料 那要不要再弄些卧底 进大工会搞材料啊 有卧底 怎么搞 这次要不就握一个团进去 你看 以你的技术和能力 成为大工会团队核心 还不是轻而易举 到时候再将你这帮兄弟吸纳进去 建立起一个精英卧底团 那还有什么材料信息 是接触不到的 你真是太无耻了 居然想让我和我一帮兄弟 都身陷火坑啊 怎么能说是火坑啊 大工会的福利 你懂得 这倒也是 那进哪工会你有没有建议啊 有把握就行 你自己看着办 轮回怎么样 看他们今天这举动 是想在游戏里搞出一些关注 也心够大的啊 轮回不错 有心做大的话 你混进去发展机会多 上位也更容易 成了 都齐了 来吧 成了 物理攻击五百三十五 法术攻击五百三十五 体力加持 力量加持 智力加持 精神加持 体力 力量 智力 精神 各加持 四维全加 属性还不错嘛 五十级的散型态 也是一种武器了 骑士武器 权账 你有没有钱啊 现金吗 要多少 我是说游戏币 游戏币啊 竹岩霞身上还有一万多金币 都给我吧 我去搞个骑士号 再弄点装备 你要骑士号做什么呀 混进个工会 当MT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亲自下场做卧底啊 差不多吧 哼 本来说 词 餐 H 没有 有 想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